高秀丽说,小婚来接毒所之前,已经有了5年的吸毒时,一次在做康复训练时,这个90后小伙子突然昏倒在地,高压达到了180,毒品对人大脑造成的损伤,是不可逆的,这一点,刘强感受很深。 在戒毒所已经一年,完全接触不到毒品,他本人也完全不想再接触的情况下,至今他依然会梦到病毒,除了对人身体的伤害,毒品还会对人的性格,行为习惯,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。 此外,在对社会的危害方面,吸毒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,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与浪费。 长期吸毒及益感染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,还会又发出如乙瓦氧烯、乙道枪药系、乙脉营养氧烯系及毒甲等治安行事案件,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